第八十九席 魔道中人 你们无想我在前 杀人灭口在后 我看你们才是魔道 方寒吼得比谁的声音都大 有本事 咱们不要争斗 共同击杀魔帅 看谁先得手 你们还要动手 看来你们铁了心的要杀人夺宝了 吼叫之间 方寒的木簧钢器全力施展出来 精神感应也加到了最大 魔刀血苍穹 首先震破了封印 跳跃出来 血光闪烁 迎上了扶手真人的大则剑 而五玉王岭也随后震破了封印 他这突如其来的吼叫 早就惊动了全场 围攻魔帅的人纷纷退开 只剩下赵玄一和魔帅对战 原本有压制性的优势 变得平分秋色 太一门真是凶狠 居然直接想杀手 就算这个人暗中魔帅 到底是羽化门的真传弟子 说啥就啥 莫非太一门是盗门之主 我看 未必是暗中魔帅 亮一下魔刀炫耀一下 也是人之常情 太一门很可能是真的诬陷 好杀人夺宝 退出去的一些弟子 议论纷纷 围杀魔帅的人当中 有别的门派弟子 达达太平拳 魔帅发威 他们就退 伤不到他们 刚刚死在大邦灭树下的 都是太一门的弟子 他们也不觉得可惜 倒是方寒和福寿真人 陆命真人的争斗 让他们心中发冷 长春 大方 昆元 坎离 我全力拖住魔帅 你们去围杀那人 务必杀死 不准他开口污蔑 赵玄一也听到了 急忙命令攻打 魔帅的另外四个真人 四大真人 也朝方寒击杀过来 方寒脸色微变 觉得压力滚滚而来 就在这时 一道闪电 从瑰虚通道 传递了进来 太一门六大真人 大方真人 昆元真人 长春真人 坎离真人 陆命真人 福寿真人 那可都是赫赫有名的高手 早在一甲子 百年前就扬名立万 都是神通五重天人静的高手 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寿命 因此 前途是一片光明 炼成金丹 那是有很大的希望 天人静八百年寿命 如果一亿精修 加上大门派资源丰富 功法奇特 还有人时常指点 修炼到金丹境界 虽然困难 但也并非不可能 因此 这六大真人 也是太一门培养的重点种子 他们的手段 就算一对一 比七夜魔君这种巨魔差一些 但绝对不会相差很远 可以斗上一动 如果六人加起来 七夜魔君也要望风而逃 方寒能够击杀七夜魔君 那是侥幸偷袭成功 如果再来一次 让七夜魔君知道了炎的厉害 警惕防备 露死水手 尚未可知 现在六大真人联手 擒杀方寒 一下子 就是方寒 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六口飞剑 首先展示而来 旋转切割 闪烁如电 要把方寒 切割在当场 方寒感觉到强烈的危险 手中的魔刀 血苍穹 陡然催动 化为一刀血光 硬汗六口飞剑 当场 就是一连串的金铁报名 圈圈连移 发散出去 空中刀剑碰撞 火星剑射 好像流星雨一般 六声响 六口飞剑 全部被震开 每一口飞剑上 都出现了 米粒大小的一个缺口 竟然被魔刀斩伤 不过 方寒也被六口剑上的大力 镇着一个金斗在空中旋转 胸闷气短 血气翻涌 一口钢气 提不上来 差点摔到地面上去 可恶 魔刀血苍穹 不愧是盖世摸气 我苦心祭练一个甲子的飞剑 就这么损伤了 回去起码要浪费三年的时间 才能够祭练还原 还不知道 要浪费多少天才地宝 六口飞剑 同时损伤六位真人 心疼得不得了 心里都想着 击杀方寒 夺取到魔刀血苍穹 回去 经过仙法祭练 那增天一至宝 以后天地之间 不知道多么逍遥 虽然是羽化门真传弟子 但是找到一个借口 杀就杀了 这件事情 太医门还是扛得下来 在飞剑损伤之后 六大高手也不用飞剑斩杀 而是掌握凝聚钢气 同时轰出一掌 呼啰 轻崩地裂 六座大阵同时向方寒覆盖而去 他们是料定 方寒一拼之下 一口元气法力接济不上来 多闪 难免困难 这一下出手 是连环杀招 上下左右前后六面 全部被覆盖住 让方寒逃可逃 避无可避 他们知道不能让方寒回到五玉王顶之中 否则要抓捕他可就困难了 这下那羽化门弟子无可幸免了 可恶 磨刀血苍穹 五玉王顶这等绝品宝贝 就落到了太医门的手中 太医门这些年势力越来越大 传闻三年后的仙道大会 他们会成一个仙道之法的队伍 可以惩罚各门各派弟子 按照他的那一套门归来 这样下去 还有得我们混的吗 看到这一母 许多其他门派的弟子 都生起了一股悲愤之意 的确 太医门做事 太强横了一些 一个仙道师门的真传弟子 说杀就杀 哪里有令人不寒心的 不过 他们知道 此时此刻 方寒是死定的 没有一人可以解救他 世界之术 元气冲入 在这危急关头 方寒催动了眉心的世界之术 强大的元气贯注下来 一下子 就给了他充沛的精力 他猛一提起 脑海中又充盈了法力 身体一个穿梭 鲤鱼穿波般的闪烁着 竟然在这六座大阵合围的前一刻 逃离了出去 站在五欲网顶的口上 并不沉下去 网顶中冲出了红光 包裹着他 看起来 稳如泰山 世界之术 无时无刻 都在汲取仙界灵气 使得他的法力 没有接济不上来的危险 好手段 这都让他逃了出去 他明明 明明法力不济 却突然恢复了 看到这一幕 其他门牌弟子都震惊了起来 居然让他逃了 万无一失的一击 怎么会逃得掉 六大真人也各自震惊 不过他们哪里肯放手 对望一眼 六和参天大阵 六座大阵 积连在一起 再度一变 化为了一座六角形的巨型阵法 铺天盖地的朝网顶封印过去 显然 这是六人联手 演练的一种阵法 这六和参天大阵 本是我们六人演练对付 魔帅的 现在对付你 你可谓是随死犹容 福寿真人 咬牙切齿 这六大真人 在海上追杀魔帅的几个月当中 被魔帅击伤过 于是 六人合练了一种阵法 连起手来 钢器贯通 法力融合 六人一体 相当于一个神通精丹的高手 方寒又感觉到压力大增 正要回到网顶之中 竭力对抗 就在这一时候 天上一道雷光 凭空出现 突然劈杀下来 这一道雷光 又水桶粗 一座座大阵缠绕 浮路隐约 其中 飞舞着无数拇指大小的人鸟雷弓 齐声发出一种 来自远古的赞歌 没有什么力量 能够抗衡这种 来自远古的神法 远古的天险 远古的雷神电母之威 六和参天大阵 被一击就溃 从那龟虚通道之中降落下一个人来 青丝如谱 白衣圣穴 电光裹身 冷艳高贵 竟然是方清雪 咯噔 方寒看到方清雪 心中顿了一下 又觉得安定 又觉得有点不自在 安定的是 自己这方来了一个帮手 足可以对抗台义门了 方清雪杀戮决断 天不怕地不怕 是个厉害角色 什么事情都敢扛下来 不自在的是 自己闹出了许多的大事 只怕方清雪知道之后 会怀疑到黄泉图的事情 方寒 是你 很好很好 方清雪一出现 看着方寒 你不愧是我们方家的人 做出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挑战化天都 击杀水谷天魔王 保护我七七四十九岛雷神洞府 更是击杀七叶魔军 夺得魔刀血苍穹 又敢顶撞太医门弟子 现在更和他们交手 就凭你这些行为 我羽化门 肯定会重重地赏赐你 好说好说 师姐谬赞了 方寒干笑着 收了魔刀血苍穹 把吴玉王顶停留在空中 罗轩 还不出来 拜见方师姐 拜见方师姐 龙轩从顶中跃出 也拜见了方清雪 师姐修炼到了什么境界 在小仙界中闭关 可练成了金丹种子 师姐可是远古电母转世 先天之令 秀为肯定不能和常人相比 方寒试探性地问道 电母转世 真像是什么 我迟早会告诉你的 不过 在这之前 你得告诉我一些真相 方清雪连不轻移到了方寒面前 语言放得非常的轻 竟然说着悄悄话 我辛苦击杀的某个人 想得到一件宝贝 却被你杰足先登呢 告诉我 黄泉图是不是在你身上 当时我没有注意 倒是忽略了过去 现在知道了 你却成了气候 师姐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方寒一脸迷糊 心中却已经警惕万分 他现在虽然成了气候 但却看不清楚方清雪的修为 尤其是方清雪刚刚出手 威力无穷 接近自己步伐飘移 五欲网顶的血煞神光 居然抵挡不住他 这就使得方寒心静了 方清雪倒数之高 还远在七眼魔君之上 给方寒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甚至比魔帅都要恐怖 就知道你不会承认 不过我有的是时间 和你慢慢地说 你也是我方家的人 利益还是一致的 方清雪轻言细语 吐息如蓝 方寒还从来没有和他这样说过话 眼下 太一门追杀魔帅 魔帅虽然是魔道中人 但是却对师姐情深义重 多次相助 不知道 这次师姐怎么办 方寒连忙转移了话题 太一门不杀杀他们的威风 更加飞扬跋扈 不是我仙道之福 方清雪素手清晖 似笑非笑 你不是要问我的修为吗 我倒是还差一点点 才练成道门金丹 不过 道门金丹的高手 不是我的对手 你大约也知道 我得到了雷地福照 远古不灭之电福 这件盗器的威力 和那黄泉图一样 不过 黄泉图是破损的 而我这件盗器 乃是完整无缺的 就算是神通石虫的高手 也未必可以击败我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三w.听85.com 长生秘境的高手 要杀我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方清雪的话 印含压力 似乎是在告诫方寒 自己的实力 日解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成就道门金丹 指日可待 方寒连忙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我在羽化门 也的确缺少你这样 敢打敢杀的狠角色 华天都和你有十年之约 我定会全力助你 方清雪 淡淡微笑 是吗 师姐这是在给我吃定心丸 不过 华天都此人 得到我盘武先尊的道统 也有道气在身 只要一踏入长生秘境 立刻 无人可以制约 方寒道 师姐赐我的七傻葫芦 他强行夺了去 分明不把师姐放在眼里 这些我都知道 稍后再说 方清雪突然话语一收 好了 咱们这次 就和太医门 好好的斗上一斗 让我也彻底看看你的修为 定不会让师姐失望 方寒有了方清雪打头阵 自然是想挑战一下 太医门的威风 确立自己的赫赫威名 虽然他已经知道 方清雪已然怀疑到 他身上有黄泉图的事情 这件事情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但现在却不是内讧的时候 现在内讧那纯粹是犯傻 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做 不过方寒也绝对不会放松警惕 他在思考着 怎么把局面搅混 让方清雪始终无法对自己 询问黄泉图的事情 一旦事情结束 方寒知道 自己恐怕无法面对方清雪的询问 实力上也很可能不是对手 刚刚方清雪出手之间 就击溃了六大真人神童五重 天人境高手的联手 实力超群 其实还在金丹之上 而自己虽然得到了魔刀雪苍穹 拥有五余网顶 二十多万天魔 五万猎马奔腾的法力 暗中更有黄泉图这种杀手锏 但也无法对抗完整的远古不灭电斧 除非自己修炼到了天人境 在炼旧火黄气金黄斩 水黄泉土黄道五行合一 天地圆绝 把魔刀王顶黄泉图的力量 发挥到极致 才可以平分胜负 当然 如果炎恢复了实力 也自然不怕方清雪 但指望炎恢复实力 还不如指望自己修成金丹 恐怕方寒修炼到了神通七八重 炎都远远没有恢复 吞了那么大一波鱼的九阳圣水 炎才恢复到天人境 以后每进步一重 还不知道要吞噬多少纯阳质毛 得想个办法 让方清雪无暇管我 要是他和太医门的高手争斗受伤就好了 方寒一面准备动手一面谋算着 同时精神和炎沟通 炎 如果现在对方清雪 我们有几分把握 把握不是很大 不灭电斧和我是一个级别的盗器 甚至比我还要古老一些 如果我全生的时候倒不怕他 不过方清雪要杀我们 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想跑 他也未必就真的可以杀死我们 言凝重的述说着 跑还是跑得了的 想不到我居然成长到如此了 一年之前 方清雪对我可以生杀于夺 方寒心中一宽 想必方清雪也明白 我可以跑得了 既然如此 事情还大有可为 就在方寒这番心理变化的时候 整个场中突然变得静悄悄的 甚至连摩帅和赵玄一 相互交换两招之后 各自都把钢器收回 停止了争斗 各大门派的弟子都议论纷纷 似乎是对突然出现的方清雪 很是忌惮 还在摩帅之上 方清雪 你身为鱼化门弟子 为何阻止我等击杀魔头 莫非你想入魔道 你别忘记 现在你的一言一行 代表的是鱼化门 魔帅杀死我太一门弟子 一路上又杀死了诸多同道 你帮助他 是何居心 莫非是想要我太一门 重新动用天道追杀令 来对付你 福寿真人陡然喝道 他刚才被一雷击溃 好不容易才化解了体内残留的雷电钢器 立刻怒喝之责 防清雪 你可要三思 不要做仙道的千古罪人 长春真人眼神毒辣 嘴里语气很重 我什么时候帮助魔帅了 什么时候阻止你们击杀魔头 方清雪装出了疑惑的语气 似笑非笑 刚才 刚才 魔帅和赵玄一动手 我发出去的雷电 可曾到达那里 我是解救我羽化门的真传弟子方寒 说到这里 我反倒想要问问 方寒是我羽化门的真传弟子 你们太医门凭什么要杀他 就算他犯了天大的过错 也是要我羽化门长教至尊 天行长老来制裁 你们是不是扇砖的过头了 还真以为 你们太医门是仙道石门的领袖 是不是以后 你们看哪个门派的长教至尊不顺眼 也可以随意认免 听懂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 永生第八十九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